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過敏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過敏 一直到大概30多歲才把它治好 那怎麼治療過敏 其實第一件事情就是避開誘發過敏的東西 那其實它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過敏原 第二個是毒素 怎麼說呢 例如說你對什麼東西過敏 你就經常避開 那就會減少干擾 然後在毒素方面的話 其實現代的這個社會 現代的環境污染很多 那污染其實是導致現代人過敏 這麼樣頻繁的最主要原因 有沒有什麼東西你吃了以後 會誘發每個人過敏 首先就是那些氧化的東西 什麼東西就是油炸物 例如說你吃炸排骨 炸鹽酥雞 臭豆腐 炸油條 你把這些食物吃下去以後 基本上有過敏體質的人 都會稍微惡化或者被誘發 氧化物就是那些油炸物 其實是最容易誘發過敏的 普遍的食物 那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要多吃抗氧化物 什麼叫抗氧化物 例如說維他命C 維他命E 那這個還有什麼植物生化素 生物類黃蟲 那這東西在哪裡呢 其實都在蔬菜水果裡面 蔬菜水果裡面 就是含大量的抗氧化物 所以可以幫人把這個 例如說吃到油炸物 裡面的自由基把它綜合過來 出口 也不是我們 多待會兒 補充基金 看到你 吃到猶豫 你 吃到猶豫 看 你 回去了